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了残酷的比赛 全部晋级名额已经产生 我们是从五十位里选出的三十位晋级 恭喜各位 大家好 我是延峰 好 首先还是恭喜大家能够杀出突围赛 进入到本季透球秀大会的三十强 在这个赛段 主题赛中心思想就是同题对打 三个主题 三十位选手 根据内部投票的排名高低 依次选择主题 每个主题下面有十位选手同场竞业 前六位晋级 后四位淘汰 并且本次没有复活 这位赛事啊 没人性 但后面也有好处 有时候周浪玩选哪个 我就不选哪个 咱们就尽量躲开那些第一批队他们 投下四个人的话 确实一下子有点太多了 积分赛一场讲的不好 后面还有机会 但这个一场不好就直接回家了 更能早早的让不行的人 意识到自己不行 就想搞那种饥饿游戏 只能有一个人活着出来 就这种感觉了 精彩 我都想看了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主题选择 有请内头排名第一名 周琪默 前往李孝阳领取你的名牌 选择你要表演的主题 超出我预期 对超出我意料 因为周琪默是业界公认的行业第一 所以大家都会偷给他去 他舞台台风太稳了 断的储备也大 所以就很难赢他们 肯定还有周琪默 这个好像也没啥问题 一上节目就一下排到前几名 觉得有点会很意外 是吧 你们这是羞辱我 有哪个那头第一 是通过复活赛进到下一位 哈 哈 哈 胡兰你选哪个呀 哈 哈 我在你后面 哈 完了完了 这个满了 不想跟周琪默同台 我比不过人家 哈 算了吧 就让人家好好发挥一个 我就离远点 有请那头排名第二名 胡兰 选择你要表演的主题 来第三个 第三个 不要丢我们的人 是否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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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他不会上头 他们俩迟早还会对上 你也得给他们分开的时间呀 从个体来出发 我肯定做我最理性的选择 有请那头排名第三名 张博洋 选择你要表演的主题 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这我没觉得是在竞争 我只在乎我演的好不好 有请杨蒙恩 和广志 哎呀 对付猛啊 有钱了的那一篇 我是有一些稿子基础的 窃喜挺开心的 因为我好多段子 都特别的贴合这个主题 我觉得这个组 是最好看的一个组 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前十五里面 有七个在这里 有请那头排名 第十六名的孟川 哇 这一座 每个人上去都老自信那种 啪一下不就是钱吗 这种他们至少有 八九个人都有 前六的实力 我觉得周琦默这一期挺难的 太扑朔迷离了 还有成禄和海源 你觉得这个组 那肯定有几个老卡斯 是要被淘汰 这几比赛肯定非常精彩 咋就走了 退赛 在吗 主题赛阶段 共三场比赛 每场十位选手 一次表演 现场150位观众实时投票 每位观众有一票 四位领教员 每登代表五票 票数最高的六位选手 晋级下一赛段 末位四人 将止步比赛 遗憾淘汰 主题赛阶段结束后 只有十八位选手 能够晋级到下一赛段 我们有请开场嘉宾 杨天真 太棒了 机场两米高 感觉他会飞到我们这里来 大家好我是杨天真 帅帅帅帅 从每期我都看 确实呢 没有能签的人 我为什么会来这呢 因为我是个特别幸运的人 吉祥物体制 所以来这呢 其实不是为了搞笑 也不是为了签人 主要呢 是为了给你们公司 冲冲洗 不知道 如果我来了以后 你们公司运气还不能好转 但总 你就得派个人娶我 我跟罗老师也认识 他听说我要卖大马女装呢 就主动关怀我说 要给我当大马男装的模特 我就说 行啊 反正我也不卖大马男装 直播确实是不简单的一个事啊 我前阵子直播了一下 因为那个 我领口开太大 就被 就被提示说 主播着装不规范 有些人就采出我说 是不是要靠这个领口 领口大伯出位啊 我是真的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因为我所有的衣服领口都大 领口小了 头头进去 今天的主题呢是 不就是钱吗 我其实是一个从小非常有经济头脑的人 要不然也不能当经济人 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妈给了我18万 让我去留学 那个我没去 我就买了个房 对 这结果很容易猜吧 三年之后 我就把它卖了 拿了50万给我妈 然后呢 我妈又给了我18万 说要不然你再去留一次 我是真的很爱花钱 但是我从不花冤枉钱 比如说这个热搜我 我就是从来没买过 你说有那钱我买点啥不好呢 比如我可以买两件 挡胸口的夹领子 我呢 或者干脆买个斗篷 是不是 我自己要做大麻女装呢 其实还是为了自己 因为我 就有点难买到合适的衣服 有时候去逛商场 说试一下 售货员呢 就会用那种 很看不起你的口气 跟你说 抱歉 没有你的好 心里就是 真的很不爽 我就会想说 再这样的态度 老娘就把你这个店买下来 然后跟你说 抱歉 没有你的店了 因为我做了14年的经纪人嘛 要处理特别多的突发事件 所以常年处于一个高压状态下 那怎么解压呢 其实我就是靠买东西 一出事我就买东西 一出事我就买东西 我心中有一个等级 不同的事情呢 就靠买不同价值的东西缓解 比如说有的艺人分手了 我就买个包 这个有的艺人出轨了 我就买个钻石 还有的艺人跟我解约了 我就买个房子 最近又听说呢 有的艺人要生孩子了 这么大的事 还能买点啥呢 那就只能买点蓝河绵羊奶 送给他们当礼物 蓝河绵羊奶 选羊乳配方 好羊奶选蓝河 你看我顺手帮你们节目组 把奶粉钱也挣了 你看我赚钱啊 就是赚这种顺手钱 虽然呢我是赚了不少钱 但是其实我没有把赚钱 当做过人生的目标 我觉得钱其实是一个工具 帮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因为人活着呢 是要为了自由和快乐的 本来做经纪人这么累呢 我就不想做了 说改去做直播吧 但是一改 又被提示 领口太大 搞得我头都大了 我头一打 领口又得更大 我自己呢 因为一直是个很张扬的人 但经纪人这个工作呢 其实是需要藏在幕后的 所以我现在 好了 我不做经纪人了 就充分的自由了 所以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比如呢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想在一个舞台上匹刹 但是过去 过去我一直没有这个舞台 今天呢 我觉得简日不壮日 我在这里 给大家 提个菜 哦 真的不起啊 大家好 我是什么都懂 却还是那么天真的 杨天真 哇 别别别别别 我是第一个在你们舞台上批刹的人 太考虑了 是不是柔软的胖子 太考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天真 谢谢天真 今天 今天除了我们三位领校园 还有一位大家非常喜欢的嘉宾 我们欢迎汪苏龙 哇 她们走到她 她们在哪 有个想 人生不高 懂得谣度反正 她们在 jute 她们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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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牛了 这个是本季脱口学大会 最好的开场表演了 是吧 靠肢体的 这个一般人也演不了 太狠了 柔软的胖子 真的可以 厉害厉害 我老师都听激动了 对我太傻了完全 我以为他是一个 说要劈腿 然后劈不下去 那个叫劈刹不叫劈腿 劈刹劈刹劈刹 以为会劈不下去 然后但是大家会原谅 脱口秀演员 说过做不到的任何事 但没想到刷就劈开了 然后我就震惊了 我们欢迎王苏 这个是第几次来我们节目了 我觉得我很喜欢在你右手边这个位置 虽然我一直是你右手边的男人 人家多会聊天 帮苏龙缺不缺女朋友 这次苏龙哥哥也有灯了 上次来非常生气 也说没灯 对呀 爆灯环节 刚刚天真把他的消费观 已经聊得很透彻了 罗老师作为我们直播带货界的 天天劝人消费的人 自己的消费观是什么 我平时其实消费不多 就是没有太多花钱的事 所以这个就埋下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等到创业开公司 本来是应该挣钱的 但我老是花钱 所以最后就花出去了 投资人很多钱 然后又没赚回来 所以要不是赶上这个直播风口 可能就已经出事了 那大大方方花嘛 毕竟这个限制高消费的事 已经过去了 可以花 是是是 我尽量 我尽量 那个苏龙应该是挺爱花钱了吧 我还行啊 我一般怎么这么觉得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保养品 就不少花 对不对 毕竟你是 天生的 毕竟你是我的哥哥 你说这要不是金钱的力量 为什么呢 为什么能保持得这么好呢 其实都买什么 你就说说消费观吧 平时 平时我 平时买什么 大家如果不知道买什么的话 也可以来我的直播间 打个广告啊 现在直播热 我小弟也在带货 好吧 大家 捧场 咱们都行吧 已经这样了 好不好 来 郭老师是 每周五晚 八点钟 咱这个大马女装是 快了快了 八月上清 八月上清 你就是还 我就是罗老师不播的时候 我就是 我们这期聊的不是直播带货 不是啊 本来是想 很自然的 切到我们的主题 怎么 切到直播带货 我们是聊不就是钱嘛 就聊一聊 大家的消费观 金钱观 聊聊钱 好不好 我们收拾一下心情 我们也对开场演员 友好一点 非常奇怪 非常奇妙 我们开场这位演员 曾经也是一位 美妆主播 让我们有请小北 大家好 我是脱舞秀练习生小北 怎么会呢 跟那种结婚啊 老公今天洗衣机坏了 没关系 拿过来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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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干净了 你这样 在那样的一个 疲惫的状态下 他发挥出120分的状态 特别配得上金钱 五位赛就是比较幸运 有点观众有点可能 小北作为新人来说 在脱威赛的表现 非常非常优秀 所以我特别期待 他后面的表演 小北选择 你要表演的主题 选他 天天天 完全还有人催我 他们以为我是真人秀效果 我真的在犹豫 要不要贴那个人少了 这太狠了 这一步太狠了 我就是后悔了 因为里面不确定因素 或者惊喜可能太多了 好的人太多了 我每次都能在正确的时间 选择特别错误的选择 我太难受了 真的很难受 哎呀我后悔了 我选婚姻 婚姻 你现在撕起来也来得及 我现在特别后悔 稍有差池 就是可能就被淘汰了 撒正 然后写写就改全改了 就改了好几版 但我又改不出来了 还不够好 及格都有点费劲 但我第一个上场 小北他第一个上场 他必须得拿出一百二十分的精神头 然后去演 小北加油 别人开场可能不行 你可以 小北你可以的 加油 我们有请小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北 你们真好啊 刚才我很少开场 然后比较紧张 我就问很多老演员 我说这个第一个开场 是不是很难讲啊 他说小北 第一个开场不难讲 就是难晋级 我心想用你说呀 然后今天的主题呢 叫做这不就是钱吗 其实特别像我买东西说的话 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爱买东西 而且我是属于 特别听劝的那种人 我现在最怕的人 就是李佳琪 即使他现在这么火 他一次的直播 我都没有看过 因为我知道 我一看他直播 肯定会买东西 而且我还会劝自己 我说今天这个东西 不买 就有点吃亏了吧 而且家里 确实也缺点口红 你们乍一听 可能有点奇怪 但其实不奇怪 我之前的工作呢 是美妆博主 当时我做美妆的时候 做得很早 然后当时李佳琪也没有火 有一天我老板又叫我 他说小北你来我办公室 我说怎么了老板 他说我观察你好几天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做美妆博主 我说老板 我这个长相不太合适吧 他说你不懂小北 你这个长相 在美妆这个领域 属于剑走偏锋 我说老板 这有点太偏了吧 我说而且我也不喜欢这个事 我老板说这样小北 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不喜欢呢 有句古话说得好 Never try Never know 我说老板这不是古话吧 这不是古话吧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是我不会卖口红 老板说这样小北 我教你啊 很简单卖口红 你就说买它 我这个玩意咋可能有用呢 我现在很后悔 真的很后悔 听说他前两天已经落户上海了 我更羡慕了 但是我当时听到买它这个词 你知道那诡异的程度 就像一个脱口秀演员在舞台上讲段子 讲完一个梗子后跟观众说 笑吧 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想说 好羊奶选蓝河 蓝河绵羊奶 全羊乳配方 朋友们买它 我这个人真的很爱花钱 但是我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 我不想因为去那种旅游景区旅游而花钱 因为我觉得旅游景区最好看的样子 就是在宣传片里的样子 你要想了解那个旅游景区什么样子 就不要相信它的宣传片 就像你想了解一个女生长什么样子 就不要看她的朋友圈 都是骗人的 而且那个旅游宣传片会把景点拍得很好看 四季包括各种角度 包括有航拍之类的 我到了那种旅游景区 不可能跟一个鸟一样 我说我上面是好看啊 可以啊 这都能跟家长相 空气好 人也少 可以说几乎没有人了 我就觉得宣传片不应该拍得太好看 太好看的都是去了之后会失望 但不应该拍得太难看 太难看没有人想去了嘛 我给旅游局提了特别中肯的建议 我建议他们在宣传片上面 打上马 我会特别想去看 而且我这个人真的很爱买鞋子 但是我总是被一些饥饿营销的手段 弄乱了阵脚 我买鞋子的时候 总会看到库存紧张这四个字 每次一看到库存紧张 我就特别紧张 每次把那个鞋子放在购物车里 我还没那么想买 他一库存紧张 我说嗯 有点好看啊 我就会给他买下来 因为我知道鞋子没了 厂价不会再做 但钱没了 你还有蚂蚁某背 库存紧张这个事真的让我买了很多鞋子 然后我又穿不过来 然后我就会放到二手网站上卖掉 我现在基本的购物习惯就是 正价版的鞋子买回来 低价卖出去 我在二手网站的网名叫做 球鞋大善人 我这个购物习惯导致我现在越来越穷了 我现在欠马云很多钱 但是我特别喜欢那句话 就是花明天的钱还今日的愿 我特别想花下辈子的钱还这辈子的愿 我现在特别期待 我负债累累地离开这个世界 而且家里也不会出现那种 争财产的画面 当时我估计我有三个孩子 然后躺在床上 我说你们三个呀 都别跑 爸爸有一笔巨额的负债 需要你们偿还 一共是二十万 你们也不要争了 一人还六万就可以了 肯定还有个善良的孩子说 爸爸爸爸那两万怎么样 爸爸在二手网站还有几双AJ可以变卖 就我这个人的人生准则呢 就是及时行乐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 你就买它 如果遇到快乐的事情 你就笑吧 谢谢大家 小北谢谢 谢谢小北 喜欢小北的表演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给他投票 我们的投票通道 还有最后三秒钟就要关闭吧 三 二 一 请锁票 不错 这个开场 不错 也是沾了天真的光 是吧 我把场子先热起来 热得好 对 也接住了 不错 我看你挺喜欢的 拍得很早 对 我从前面就预判到 它后面不错 我就先拍了 以示我有眼光 经纪人的职业习惯 对 先要预判 预判预判 苏文也挺喜欢 我拍了 我拍也是因为第一 他是第一个嘛 想多给他点鼓励 我也是这个 我也是这个原因 但是也不是说 腾心跳 根本就没有多喜欢 不是腾心跳 就是也是喜欢 我还以为 因为好笑 你这个鼓励 你谢谢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 你是真的做过美妆博主吗 我做过 就是卖一些护肤品 然后当时没有男生做 然后我做的时候 就有很多男生看 对 他们真的会问我 他说我经常长斗 我这个是什么鸡啊 然后我就说 你这个是挖掘鸡 我还在开玩笑 他们就把我取关了 那王老师 对于他这个什么 上一场我就很喜欢他 上一场我记得是 他是最后 对 最后时刻 对 我是上一次是拍了灯 这次比上一次 我甚至觉得略好一些 但是我经常抄一些 我不该抄的行 比如我觉得 他表现很好 应该得三个灯 但是你们手又比较快 然后我就试个灯 好像稍稍多了一点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就 有大局官 王老师有大局官 大局官 对 有大局官 对对对 大局官特别好 特别好 是对的 是对的 那那个 王老师觉得他现在还有钱 可以跟着你去你直播 带在货上呢 完全没问题 我觉得他自己太早的放弃了这件事 要不然哪至于做脱口秀呢 因为 你知道我们做脱口秀的 在艺人圈子里属于 就是 食物链的比较偏低的那个位置 所以 你懂我意思吗 是没想到落到如此田地 回头我们加个微信 好 行 那我看啊 小北获得了三个派当 那就这儿就15票了 再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多少 所以我们直接出的结果啊 就是加起来的 好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 小北最终的得票情况 紧张 我就是抱着我要被淘汰奖 小北今天表现太牛了 就很稳 我没有想到小北表现那么好 就是节奏非常的好 然后每一个梗都讲响了 我有一种 我有一种 见不住小北的压力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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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小北呢也是不出意料的 暂时为本场排名第一的 恭喜小北进入安全期 恭喜 气好多 得劲了 大家也看到我们右边这个小设计了 对不对 非常好非常好 就是不知道能做多久 对不对 等一下就不知道能做多久 先坐着先坐着 先热乎一会儿 帮下一位人热一会儿 小北高兴一会儿有他哭的 这一场就全偏高 一会儿就完了 我没想到那么高的票数 136有点夸张了 然后嘉宾也很好 因为我开场的就是比较善良 都给了我票 当时杨天真老师那个 开场开的实在是太好了 谁接都不会太差 所以我觉得 下一位演员呢 上演一季表现非常的出彩 来自山东 是一个刚刚当了父亲的一个 这么一个通学员 但是看外形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让我们欢迎孟川 哎呀 我是来比赛的又不是来要脸的对吧 有请孟川选择你要表演的主题 其实我是有点纠结 就是是选婚姻还是选金钱 我婚姻还挺幸福的 没那么多负面情绪 更倾向于金钱吧 孟川我们以为他一定会选婚姻这个话题 因为他有很多老婆的段子什么 他去选了这个钱的时候 还挺意外的 他选的时候 挣钱那组已经非常非常的激烈了 然后他毅然的就把自己的名贴在那里 我没有那么在乎 禁忌不禁忌 只要是在舞台上 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就好了 让我们欢迎孟川 大家好 我是孟川 今天的主题是不就是钱吗 我觉得其实钱没有那么重要 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是 不就是钱吗 我慢慢还呗 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 小时候我爸好不容易带我去旅游一次 去了我们山东一个特别著名的景点 叫孔庙 你们知道吗 之所以去那个地方 是因为那个地方会被论语免门票 我就在家被安着背了一个月论语 去了之后人家说一米二以下免票 我当时觉得血亏 我说爸咱都省了这门票钱了 你给我买点好吃的呗 我爸说不能吃太好 吃太好找高了 别出去不免票了 当然我爸还是爱我的 我被狗咬了 我爸赶紧去带我打那个狂犬疫苗 医生说这个针挺贵 一千块钱一针 我爸说没事 打 医生说要打四针 我爸说 那他有多大概率得不上狂犬病啊 所以打小我就清晰地知道 自己的身价在一千到四千之间 家俗的遗传让我特别能省钱 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去北漂了 去之前订了个房子 中介说这个位置挺好的 离地铁挺近的 我去了一看 离地铁挺近的 离地铁站挺远的 而且那个厨房也漏水 做什么菜都有汤 最最受不了的是 那个隔音真的太差了 有时候我对象矫情 非得听个睡前故事 我好不容易讲故事哄他睡着了 就听见隔壁大哥问 然后呢 省钱嘛 其实很容易的 能吃苦就行了 但是挣钱太难了 那个时候我还是机械工程师 有一次由于我的图纸错误 公司损失了大约四万块钱 但是我们公司还挺好的 也没有开除我 先让我把钱还上 后来听说 因为我出色的犯错隐蔽能力 我们领导想推荐我到对手厂子里工作 那一刻我才清晰地知道 垃圾就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没有一百五十 不要进不了题了 太难了吧 想通过工作挣钱真的太难了 如果说工作是水 那些精英们就是深海鱼 在水里活得自由自在的又扛鸭 我就是只鸭子 我只擅长滑水 而且老板给花的大饼特别不好使 鸭子不吃饼 还容易被饼卷起来吃了 我和我对象 干过最挣钱的事就是结婚 毕竟能挣好多份子钱 我其实以为我这种人是没什么朋友的 直到结婚的时候 突然消息来了好多 而且我亲戚特别多 我有七个爷爷六个老爷 被狗咬那一次 我十几个表哥去那个互动口 堵那条狗给我报仇 那年我九岁 我大哥四十五 我侄子二十二 本来这种小破事 没想麻烦我大哥 但是我大哥就怕我侄子冲动 我侄子还是冲动了 对着那狗上去就叫 以后对我说客气就这样 然后那个狗一回头 十几个表哥就开始撕散而逃 九岁的我 根本不可能跑过那个狗 但是幸好还能跑过我大哥 我一结婚 这些哥哥们都来了 我们那的封锁呢 就是要给长辈磕头 才能领红包的 我特别烦这个环节 磕了第一个头 一摸那个红包厚度 这活能接 真的是脑门一响 黄金万两 磕了二十来分钟 我媳妇说 哎呦不行了 腰太疼了 我说媳妇 加油啊 今天正去把咱房子 首付磕出来 到了四十几分钟 我也扛不住了 眼睛都冒金星了 这个时候脑子里就想起了 高考时候 好多励志的标语 我就给我媳妇打气 我说媳妇 买房这个事 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咱们停下了 可咱们的对手还在磕 这个时候了 一定要毛上进 只要磕不死 就往死里磕 现在和我的朋友们聊起来 说我们家那个房子 都是我们俩一个头一个头 磕出来的 他们就说啊 你们俩以前是乞丐吗 谢谢大家 我是梦川 谢谢梦川 喜欢梦川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这场就不可能有人低于130 对 130起不可能 一 请 锁票 掌声 掌声再次送给孟川 非常非常精彩 笑坏我了 郭老师这次没有以大局为重 没有啊 就他脚本太强了 写的 所以我开始就该拍的时候 我还沉浸在对他的脚本的那种学习上 学习爱之中 是是是 我是最后才拍的嘛 因为我怕罗老师万一把他判定为三灯选手 我想我就可以在后面再拍 这是更大的大局观 这是更大的大局观 是 富宏哥哥是哪个点打动了你啊 我觉得他就是很稳 然后状态也很对 所以就是 他一切都还挺打动我的 对 孟川觉得他真诚吗 挺好的 挺好的 也能取消不 可以可以 我觉得他就是节奏呀 包括确实他的那个本子很强 有些人本子很强 但是表演能力差一点 但是他是一切都还挺好的 孟川你是每个本子都挺强的 还是你这是一个后继勃发呀 就是压力太大了 我要是表现不好 我就得回家带孩子 没事 有我们这个啊 蓝河绵羊奶粉 好不好 带孩子还是可以的啊 蓝河绵羊奶粉 好羊奶粉 选蓝河 能能能再给一罐吗 没 没问题 我想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如果不结婚的话 磕头有钱吗 有钱有钱 也是有 不是 得是认识的磕头 你不能说一进到山东境内就开始 就走上了一个致富的道路是吧 一头一头的 不是得认识吗 那请问他把山东内继续先取消了吧 好 孟川的表演也非常精彩 我们来看一下孟川最后的得票情况 其实还挺忐忑的 因为我知道我后边的选手有多强 刚开始孟川就拿了四灯 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压力 因为他感觉为全场设立了一个水平的基准 我怕观众对这个后面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紧张啊 而且四位领导员都排了的 我说哎 我知道第一个位置刚坐 不会马上就辱掉了吧 厉害 130 特别以为小北高 很奇怪 我觉得比小北 小了很多 至少少5票 这个有20票的加票 现场观众110票 非常高的 今天这开场 两位都很厉害 因为花钱 花重金做个五美 所以大家配合一下 假装不知道 孟川的排名情况 好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 孟川的排名情况 看看 看 瞧瞧 有必要吗 原来孟川是第二 有钱了 有钱了 好 那我们恭喜 孟川进入安全区 恭喜 小北在首两轮就确定晋级了 对 拿到四个董事的拍灯 第一时间感觉是 哇 这次晋级是希望挺大的 这个赛制是越往后面越危险 那个上面小黑屋是在那是吗 他们就看着 这个观战间里的 就是等一下都要出场的朋友们 你们也看到一个 心理素质最差的人 已经站起来了 对不对 大家也很熟悉 走在退赛边缘的那位朋友 没事 咱们越到后面越精彩 我们下面这位演员 在去年的退口学大会 是没有出现过的 在突围赛阶段 非常的惊艳 其实也是我们过去这一年 在线下 在我们的俱乐部里 被评为 线下之王的这么一个朋友 让我们欢迎何广志 大家好 我是广志 然后我上一次拿了三个灯 然后这次也特别厉害 就不仅没饿住生活的喉咙 还让生活薅住了头发 他很像几年前的梁海元 就弱弱的 然后就感觉被欺负那种感觉 然后感觉做什么事也都很难 烫个头都很困难那种人 他把他这套外形运用的特别好 把这些看似好像是小弱点的地方变成了大优点 我就觉得这还特别烈 三个主题 请看 我当时看到这个选题的第一反应 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这一组是死亡之主 竞争最鸡类的一组 无论是谁选这个主题 我一定都会选这个组 这不就是前面这个主题 感觉都是为广志量身定做的 有可能广志真的是消费的冠军 我觉得何广志讲这个是非常有优势的 因为何广志前几年的时候非常穷 有特别多的素材可以写 就是因为我太了解穷人的生活了 就是大家都一样 穷起来大家都一个样写 就是我在线下讲了两年 只要一提到贫穷 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我 我觉得那个证明我写的还挺成功的 我这次准备的特别特别充分 我的目标肯定是拿暴梗王第一名 欢迎何广志 大家好我是广志 对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不就是钱吗 我没有想到就是有一天这句话 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现在在上海的 就是我是一名全职的特别人演员 然后的话一个月能挣一千五 这个段是去年写的 今年的话一毛钱没有挣到 就一个月一千五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每次我妈说我 你做这个你收入根本就不稳定 我都可以反驳她 我说妈你放心 就是收入特别的稳定 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感觉就是收入虽然的少 我觉得就是挣得比较少 它也有挣得少的好处 因为我发现就是在上海这种 大都市这种一线城市 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我发现在上海这种一线城市 你像我这种月薪一千五的 就跟那种年收入千万的 就挣得最多的跟挣得最少的 这两种人他在上海生活 我发现他们的精神状态 其实差不了太多的 就大家都没有什么压力 就压力最大的是中间的那拨人 就他再努力一点 他就可以留下来了 就那种人压力最大 你就像我现在的话 我不夸张地跟你们讲 我现在就月薪一千五 就在上海 就是完全没有买房子的压力 就是 我经常会听到我的朋友 他们在一起讨论 经常讨论 哎呀 这个上海这个房价 好像又涨了 好像现在这个浦东比前两年 又涨了一两万 就每次听到之后呢 我都也不在乎 因为怎么说呢 就一万两万的我也不在乎 他坏 他比前面坏 坏太多 他停的太少 太短 因为蒋脱口秀 他不是一个正式的工作嘛 所以说我的好多朋友 他们就会经常劝我去工作 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一找 我就跟我说 劝我去工作 何况之后我告诉你 你别看你现在轻松 你现在在上海 你要是不工作的话 你在上海就不能交社保 你要是不交社保的话 你五年之后 就不能在上海买房子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说实话 我当时我是真的担心了一下 因为当时我想了 这可怎么办呀 这到时候多麻烦呀 但是后来我又冷下来 又仔细一想 就以我的这个能力呢 我根本就不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 以我的能力 五年之后 我不能在上海买房子 原因肯定不是 我没交购社保 就是我最近感觉 就是除了买房之外 我跟有钱人在金钱方面 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比如说我跟有钱人 我们都比较关注慈善事业 我们都想看一下 那个捐赠名单上 有没有自己的名字 就在感情方面也是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有钱人谈恋爱 他们肯定会经常怀疑 就是 这个人 他是到底图我的什么呢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惑 这个人他到底是想 他到底是想图我的什么呢 图我的小黄车压筋 什么 早就黄了呀 这个梗 你想 但是后来 我刚来上海 全职讲脱口秀的那会儿 大概是18年 就是我刚来的时候 那会儿我特别害怕 别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特别害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就比如说你要跟别人说 你说我现在没有工作 别人就会觉得 你是个废柴 是个路子对吧 你要跟别人说 你说我现在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别人就会觉得你 是个傻子 就没法弄 因为我那会儿 刚来的时候没有收入嘛 然后为了省钱 我就是住在一个青年旅社里面 就青旅的特点 就是你的室友会非常非常多 而且你的室友是经常换的 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基本上我那会儿 我平均每天至少会被问妻子 就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就特别烦你知道吗 我实在是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愿意跟他们交流嘛 所以说他们每次问我的时候 我都喜欢跟他们编 他们每次问我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都跟他们编 我说我是做销售的 我说我是做财务的 我就跟他们编了 我一直编 一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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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再有人问我 我说我是一个编剧 而且那些人他特别喜欢跟你尬聊 聊到这个地方还不结束 还非得继续问你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说我是一个做销售的 他说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去上班呀 我说我那个今天休班 他说那你休几天呀 我说那个就是你住几天呀 可能好多观众听到这个地方 会有一些疑惑 你们可能会想 就是我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 一边工作一边全职奖投稿秀呢 就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工作呢 因为我之前工作的时候 我是有一些钱的 我是攒了一些钱 有一些积蓄 我当时卡里有一万块钱 所以我没有去工作 因为当时根据我的计算 就这一万块钱 就他是能撑到我红的那一天的 他起码能撑到我上春晚 结果连那年春天都没有撑过去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多谢你们 谢谢 最后我得了两盏单是吧 两盏单 有失望 因为我对自己这一段期待还挺高的 我感觉他说话也有点快 我有点跟不上 尽快 好 谢谢广志 喜欢广志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我们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点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罗老师 从上一集就开始特别喜欢观众朋友 对 我坦率地讲 这场我是有一些失望的 对 今天没讲好 太紧张了 因为你上一场不是好 是非常牛 是天才型的 所以我刚才就是比较失望 但是我特别怕他不能进到后边的赛场里去 你在线下讲的是远比这个好的 也有可能这是他真穷的时候创作的 然后现在其实生活已经很好 不是 现在也穷 罗老师 然后他就在讲这些就有点 自己讲的时候气质不对了 你现在也穷吗 你不最近刚搬家吗 没有 就往前搬到五代 还在郊区呢 还在郊区 怪不得已经有了房以后 刚才那些真诚的气息全都不见了 我就一直怀疑 没有 还是酒 还是酒 是 对 我跟老罗的观点是 在这种确实有望 不光是衣服 还有气是吧 对 整个舞台这个效果堆出来 就感觉这人不取无了 苏工哥哥喜欢的哪个店 我觉得他整体段子的质量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他是没发挥好 我不知道罗老师是什么时候拍的灯 好像我是听到一声以后拍的 你先拍他再拍的 对 就是因为我也是从大局上讲 我觉得他的 我觉得他的表现至少还是可以值得一个等的 对 没想到后面有追随者 我这是没想到 怪我 怪我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 因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喜欢脱口秀的同学 然后想要进入到这个行业 然后但是他讲他工资太低了 我怕大家有误会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并不是每一个脱口学员过得都那么差 比如说李炭哥哥 谁有钱 他的个人身家我赚几位数 没有 他也是接其他节目挣钱 他脱口秀还真的没有我多呢 我月薪1500 在我们这个行业能排前三 这个是真的 广志是我们别看有很多都是脱口学员 全职的非常少 我仔细数个数 全中国应该都不到十个 因为你看坐在身后那些哥俩 他们号称是全职脱口学员人 但是也接一些编剧的散活 对吧 也得给别人写写东西什么的 换点钱 我觉得宋文哥哥刚说的是对的 不要打击想加入这个行业的人的积极性 像广志之前也一直没有上过脱口学大会 在线下 在上海这不也活了一年多了吗 活的也可以 真的 你不要被他的外表欺骗 你看还有钱烫头 对不对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为了节目烫的 然后也不给我报销 那给广志这样的群体 有没有什么理财建议呢 就 很难 因为一千五也不用那么理 我觉得别被骗了就行了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宋文哥哥有过这么窘迫的 我没有 因为我在大学时代就创作出了 小欣欣有点甜等一系列 快着人口的博取 导演组能不能给我弄个门 放在这 这是我 不想一场都看见他 我是有过吧 应该 我记得 因为我听过很多 做企业以后有过 因为 做企业因为经营不散 最多的时候欠了六个多亿 然后 反正还了一半多了 那很厉害了 厉害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广志得到了两个领校员的 加票 这是十票 那我们来看一下广志最终的 得票情况 我以为我也演可以演得挺好 但就是观众不接我那套东西 优势就是他的文本能写出来 然后他就是有一股那种劲儿 让大家很安全 然后很好 虽然很优秀很天才 但是大家会不会看个十个八个就够了吗 这个事儿我现在是拿不准的 这么少啊 这差点啊 那也少了太多了 可以104票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志的排名情况 好 你看 是吧 原来是第三名啊 还真不知道呢 恭喜广志进入安全区 你那个学都乱了 这个问题 不过杨恒 海源那会儿 还有蒙恩跟周琴莫都没有讲 我觉得我百分之百被淘汰了 他是个天才型的选手 但是我对他有两个顾虑是说 第一个是他能否稳定输出 然后第二点是 他长期发展上这块会不会 路比较窄 下一位演员 刚刚 从一个组合里单飞出来 从一个本来就没有什么人关注的 组合里单飞了出来 让我们欢迎 从此再也不讲漫才的江子浩 有请那头排名第29名 看一下谁最后了 吴星辰选择表演的主题 哇 真的是 认真的吗你们 伤心 唉 有这么差吗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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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子浩 推赛的表现确实是有点水 走后还是比较适合演漫才 我好好地准备了三篇 漫才 哈哈哈哈 结果现在稿子在这里 人不在 太难了 偷袖太难了 我们这个组就是排名前十几的 八个人都选了这个话题 选完之后中间就很多人都不敢选 觉得这个组太强了 最后就剩我跟吴星辰 就被迫只能选这个话题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会放弃的 我要把我现在已有的东西 演好发挥好就行了 精力吧 加油 让我们欢迎 从此再也不讲漫才的江子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我子浩 我子浩 没人理我啊 不要不要 你们还记得 我知道好帅啊 说点别的啊 说点别的 我们上一轮那个突围赛 那个比赛 就演完之后 我们不是有一个演员的一个户头吗 然后投完之后 做了一个排名这样子 一共三十个演员 我就排第三十 真的 有人鼓掌啊 就不知道是鼓励还是嘲笑 我也 你们真的不知道 我前两天演出 我还讲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我现在要演出 我就上来说 我说一共三十个演员 我排第三十 然后下面有个女生很着急 你知道吗 那龐博排第几啊 我排第六 又是龐博又是龐博 真的你知道 在这个投票之前 我一直觉得 我跟这帮演员的关系挺好的 你知道 真的 我没想到 现在觉得他们太虚伪了 真的 那一场我演完下来 每个人跟我说 演得不错 演得很好 进步很大 结果啪一下 投票第三十名 就进步很大 是进不到三十名是吗 不是长钱吗 还好那天 对 你知道真的 说实话 还好那天 是演员投了票 不是观众投了票 如果是观众投了票 我真的会崩溃的那天 因为 我说实话 我那天演得挺不错的 真的 我那天效果挺好 真的观众 有好几个地方 笑得很开心的 如果是当时 他们投了票 你总不能投完 对吧 看完之后 哈哈大笑 然后跟我说 哈哈哈哈 这真是我爹爹 晚上听到了 第三十名是好笑的演员 这期聊钱嘛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啊 你也知道这期聊钱 这期聊钱嘛 就是你也知道 不是我选的这个题目 是这个题目选了我 说实话 我现在在上海 我住的是一个 三千多块钱吧 三十平的这么一个房子 然后我年前的时候 我去那个成都那边演出 演完下来 有个女观众过来 跟我打招呼 她说孩子啊 你还记得我吗 我一看你知道是谁吗 是一个高中喜欢了我 三年的一个女生 就是你们 对 就是你们懂当时班里面 那种绯闻情侣那种关系嘛 就是全班都知道她喜欢我 但我不喜欢她 就那种关系 为什么要鱼我这个地方 就我要迫鱼人压力 喜欢她嘛 然后见到面很开心嘛 就聊到这个事情 就聊这个房子 我说啊 你别看我现在这样 我说现在在上海 房子很贵的 她说她在成都工作两年 现在还好 她现在住的是一个 八十平的房子 我说哇 我说你一个人住吗 我说那房子也多少钱 她说不算装修的话 一百二十万 我说 买的是吗 我说是买的是吗 我当时都没有反应过来 你知道 我说我跟她讲三千多块租房 她跟我讲一百多万买房 我当时真的想了很久 我跟她说 我说那个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当年是我年少不知了 长大了是好看 小富国 这也太猥琐了 还挺好笑 还挺好笑 这基本上就是我全顾的 签的段子了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反正我觉得自己很棒 因为 说实话 因为我真的知道 我自己这些段子 就不怎么样 就也就很一般 但是我很自信 都把它演完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 你们明白 为什么母爱那么伟大吗 就是你妈 知道你跑得不快 跳得不高 长得还不好看 但是她依然那么爱着你 这就是我对我段子的感觉 你知道吗 可以鼓掌的 这个地方可以鼓掌 有点难过 太难过了 就是你们以为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 什么是好的 厉害的段子吗 其实我真的很羡慕 像庞博 像Rock他们那样 就他们的段子 就观众听完之后 你还能感受到 他们的里面那些观点 你知道吗 感受到他们的生活 然后就是 我现在情况就是 我必须承认 必须接受 就是现在观众听完我的表演 你只会感受到什么 你只会感受到 这是一个 就是很乐观 很努力的一个什么 什么阳光大男孩 阳光开心果 没有观点 没有生活 年少无知 还喜欢富婆 谢谢大家 为什么要解析自己的段子 我不知道 彻底到了 因为他放弃了 子昊今天说的那些东西让我就是 很感动 其实你们也有目共睹 会感到 你有真情留步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喜欢男友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大家投票 我们还有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掌声再次送给崩溃的子昊 怎么在台上崩溃的子昊 我第一次见到表演崩溃的 太难了 太难了 我就太难了 但其实今天段子还可以啊 那为什么你不拍灯 你为什么不拍灯啊 人先问的你 是吗 这个时候你怎么不帮忙啊 我觉得他仗着自己有点小帅 就是他跟观众的互动是好的 他是最会跟观众互动的一个演员 好 等于没说 子昊 要知道这可是 这个就在中国复演人都是数一数二的人 复演不给你 天真 感觉 哎呀 说实话 我是说实话 我酝酿一下怎么说 那还是别说实话 我觉得你是个特别可爱的人 OK 但是你这个可爱的人和你的这个表达上有一些距离 就是我能感受到你人的可爱 同时我也感受到你在舞台上有点崩溃 就可能你得真正的喜欢自己跟让自己快乐 你才能把这个东西传递出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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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玉两眼 这个罗老师呢 我有一个问题 其实上一场我就想问你了 就你为什么要做脱口秀呢 其实我也想问 杀人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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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部分人是因为生下来有了 就是到了几岁开始有记忆 有了自我认知的意识之后 一看镜子 哇靠 我也只能做个脱口秀演 他会有这个 像你比如说长得很顺眼 然后很阳光 很讨女孩子喜欢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么不堪的职业 就我上一场就想问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是跨还是什么 不是不是真的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 你就很热爱这个行业是吗 对 其实真的能感受到你对舞台的热爱 但是我觉得 未见得在舞台上的表演一定是语言 你可以找一下别的方式 还劝我放弃是吗 也行 其实也不是放弃吧 就是有的人一辈子 都是一个烂脱口秀演员 他说谁呢 这也太残酷了吧 这么狠 所以如果你真的热爱 就应该不计后果的去这样去做 但是我是觉得你就是整体上非常优秀 所以是不是考虑试试别的 对 直播电商我觉得挺好 你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 我觉得你是有天分的 然后不要让一些不懂脱口秀的人来判断你 到底适不适合 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你适不适合 那你真的觉得你适合吗 我适合 适合适合适合 我终于在舞台上看到一个不耍帅不甜的 我以前也不耍帅 你看你这手往哪放呢 你知道吗 对我们长成这样的人手就是这样的 我们从来不会说 我以前的我们手都不会到这样来知道吗 就说还不耍帅 无论如何也感谢紫浩的表演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紫浩的得票情况 那么多天我也不是没写 但就是弄不出来一个很好的东西 我就想讲一下我最后的一些离别感言什么那种感觉 我觉得紫浩整体的表演风格就是以自嘲为主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 我还挺喜欢他最后那一段表达 就很真诚 会打动他 这也太狠了吧 太狠了 就是高开低走 是 到后面好吓人 我真的 我要表达一下我对我们现场观众的喜爱 就是我在这个脱口秀大会的舞台 我已经体验过好几次了 就这帮小姑娘 他们经常笑得哈哈的 但是投票的时候特别冷静 然后还要埋怨 一出来 啊 啊什么呀 不就是你们投的吗 谢谢紫浩 谢谢紫浩 让我们来看一下江紫浩的排名情况 好那有请紫浩进入安全区 好 其实我觉得江紫浩非常打动我 就是他在舞台上自己这样子说自己 我觉得他可能已经不是在表演了 他可能就是在完成自己的某一种 跟自己和舞台的约定 意料之中但是又有点难受吧 还有点遗憾 主要是那个票数却有点太伤人了 我感觉现在场子已经荡下来了 就看谁在开球 那下一个是诚哥 诚哥会给你顶 诚哥能顶起来 你顶得分吗 帅哥看完了 我真的没想到 你看现在那坐着四个人 居然只有一个长得难看呢 这个比例太不符合我们 透口秀大会的真实数据了 这两天天天熬夜累死了 真的 我也是 不过最近涨工资 买了不少东西补补 幸好有跨境品牌 善存补充身体营养 不是 你刚说啥 补充身体营养 不是上一句 跨境品牌善存 不是再上一句 买不少东西补补 哎呀 也不是这句 呃 跨境品牌善存 补充身体营养 哦 失败后一句 助力作为人生 哎呀 你你刚刚是不是说你涨工资了 为啥不给我涨工资 现在我讲退赛了 退赛了 我们现在来请一个人来平衡一下这个比例 让我们有起来喜剧小博士 程璐 我知道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我的这个个人事件了 但是比赛还是要继续 我还是要继续去创关 程璐老师在离婚事件这个影响下 依然参加比赛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脱口秀精神 这个赛制会让我更兴奋更认真去准备吧 因为还挺残酷的 从晋级的角度讲婚姻我觉得是最好的 但是我当时也没有想好到底要再讲什么 因为我的第一期已经讲过了 我就怕有点重复 所以就没选 去尝试一些新的创作可能反而更好 我们这个组其实好像看起来新人比较多 但其实都是很有实力的 所以你说一定淘汰四个还挺难选出 到底是哪四个的 我就期待接下来比赛的时候能够正常的发挥 即便下一场你比如说没有进前六淘汰了 但是你的表演你的内容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就非常够了 不就是钱吗 不就是比赛吗 都没问题 等我 让我们拥起来喜剧小博士程璐 好 谢谢 我长得好看吗 没有得逞 没有得逞 好 大家好 我是程璐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钱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你等公交车的时候 你等的那辆它就是不来 你不等的那辆它总是来 你知道这个其实很烦人是吧 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叫做穷 开心吗 聊钱 有没有打到你们 还有一个就大家平时养狗是不是觉得每天遛狗很麻烦 其实有个办法可以让你不需要遛狗 那就是住别墅 有用吗 这是我去住别墅家的朋友家发现的 我说你养狗每天遛不很麻烦吗 他说不用遛啊 你只要住别墅 有个大院子 他自己跑得可开心了 确实我一看他比我还要开心啊 我就好想留在他家里做狗啊 所以养狗其实可以很简单 就是你买狗的时候 顺便再配个别墅就好 一个生活小妙招送给大家 别墅配狗天长地久 王苏龙老师已经学会了啊 你看这个钱确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对吧 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 我是一个一直对钱不怎么在乎的人 因为我从小就不缺钱 很多人可能就说 啊 有啥可啊的 很多人可能就说 那你肯定是因为你小的时候原生家庭的影响 哇 真的 大家不要迷信这种理论 其实我们可以完全靠个人的努力 突破环境的限制 比如说我 小时候家里也不是很有钱 但我自己很有钱 因为我偷拿家里的钱 靠自己的双手实现阶级的跃欠啊 这个 当然我还是很懂事的 有时候我发现 家里好像生活有些困难 我就会选择少拿一点 一个少年就这样默默地为这个家庭付出 从来不让他们知道 所以 我六岁就财务自由了 那大概是我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光 哇 我感觉我是身边人里的首富啊 我还到处跟人说 我不在乎钱 我先拿他一个小目标 而且我也看不起班里的富二代 他们的钱都是给家里要来的 而我是靠自己的双手拿来的 其实我也没拿多少钱了 小孩嘛 也就是一两块钱 两块钱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但是可以买得了一个小孩一生的辉煌 当然我当时偷偷拿钱还是有愧疚感的 我每次拿了钱 就会更加努力地学习 学习到很晚 一直到父母都睡着 然后又开始拿钱 这样就陷入了一个循环 你知道吗 我学习越来越好 家里越来越穷 你知道吗 好使 对 它生产特别大 不太是他 当然了 偷拿家里的钱肯定是不对的 而且后来我才知道 我父母是知道我偷拿家里的钱 但是因为我也没有拿多少 成绩也挺好的 他们就当给我零花钱 真的 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其实我还挺感谢这段经历的 就是让我对钱没有那么多的紧迫感 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像七八年前刚开始做脱口秀的时候 脱口秀就完全不挣钱 甚至为了演出还要倒贴钱 当时很多脱口秀演员 就是因为讲不起脱口秀而退出了这个行业 而我还可以继续讲 因为我小时候还是有些积蓄的 但我人慢慢到了中年 我就发现 当然大家看不出来 我已经到中年了 我发现钱还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中年人如果没有钱 大家就会说你不努力 不上进 人生垮掉 而且有钱了 你说点什么 大家都会听一听是吧 你让马云说 我不在乎钱 别人就觉得还挺幽默 罗永浩老师说 我不在乎钱 别人说你倒是还呢 这片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看这个 说金句它也是有成本的 不然它为什么叫金句呢 而且说的金句越傻 需要你越有钱 你看说的金句越傻 需要你越有钱 它本来可以是一句金句 但因为是我说的 它就不是金句 它就只是一句普通话 所以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要有不同的金钱观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就洒脱一些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做一些傻事 但是到了中年 就要多挣钱 努力地挣钱 这样才能够让你年轻时候 那些傻事 你可以体面地用金句说出来 希望我说的普通话 早日成为金句 谢谢大家 我是陈鲁 喜欢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了为它投票 还有最后三秒 三二一 请锁票 它是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 哦 说晚了 谢谢 然后其实它刚才说 那个别墅 我还挺有感触的 因为其实我 你确实不用遛狗是吧 不是 因为其实我 我工作这么多年 我基本上想买个鞋呀 买个衣服什么都还买得起 但我特别想买一个 李旦哥哥住那种别墅 我就是 十几层的那一种 我真的买得起 十几层的那一种 你是把我放塔里了 住杭州附近 那既然聊到这儿了 那买房子吗 给妈妈买了 给妈妈买了 对 你看你没事Q我干什么 我是大大方方租房住 别墅住的还好吗 我还真不喜欢 我太赶了 我觉得那个玩意 我都驾驭不完 这就是金剧 就是李旦不住别墅 是因为他不喜欢 可以可以 金剧出来了 金剧有了 金剧有了 那个天天是为了 替罗老师拍的灯 不不 我觉得那个陈露的段子 都充满了那种 浓浓的现实主义的嘲讽 然后我觉得这个点 嘲讽得特别精准 我就highlight一下 然后我拍灯的时候 罗老师瞪我一眼 没有没有 我没瞪 我只是 他只是跟我说 你这票有问题 就是小杨真有你的 这票是有问题的 没有没有瞪 没有瞪 罗老师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罗老师 就是你看我这个没拍灯 真的是大局观特别大 就是 就是他刚才讽刺了我 当然我相信是善意的 他讽刺了我以后 我不给灯这事变得非常困难 就如果我不给 大家说 小心眼 肯定是因为人家讽刺你不给灯了 其实不是 真不是 就是我就觉得不能给 我就 为大局找出 我压力特别大 但是从大局观着想 我就不能给 主要是这样的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成禄表演 上一场我也很喜欢 上一场我就急不可耐地给了灯 这场主要感觉是 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有些负担 我是教师出身 所以我就想 这个讲了半天 难道就是真偷钱吗 虽然偷的不多 父母也谅解 但我确实有过 对这个更好的期待 我觉得会翻转 最后发现 你就那么坦然 把钱偷了 所以我会想说 不要这样 对 他有不好的示范 是是是 对对对 天真在一个金剧结尾吧 我们送成个一个金剧 我觉得你很有这个资格 按他那个理论 对 遵纪手法好好做 谢谢我 太轻松的一个金剧了 我把它贴在家里 我们来看一下 成功最终的得票情况 演完其实我觉得就还好了 虽然有一些小的失误了 但是我觉得整体上还挺好的 他表现得很好 他很放松 他用自己的好状态去表演了 就完全可以 没问题 好啊 很高 谢谢 谢谢 哇 这么久 谢谢 谢谢 124票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成功的排名情况 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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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成功进入安全区 还行吧 我觉得虽然不是最好 但是我觉得能这样已经还挺不错了 你俩讲的太好了 太大了你了 你看哥哥 我是王苏龙 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们 程璐老师涨一下工资 因为 我们程璐老师很辛苦 对 他一个人要写 要演 很不容易 希望你照顾照顾老员工 没问题 蓝河没羊奶 营养吸收快 好羊奶 选蓝河 好羊奶 就选蓝河 蓝河 观看节目的同时 也别忘了给自己喜欢的脱口秀演员爆灯 2020年7月22日20点 7至9月18日12点 点击脱口秀大会第三季 节目视频下方 脱口秀演员爆哽榜 即可为自己喜欢的脱口秀演员爆哽助力 帮他成为场外爆哽王 活动期间截至每周五十二点 榜单第一的脱口秀演员将获得专属花絮 8月1日12点前的爆哽助力 还能帮助已经淘汰的脱口秀演员重返赛场 争夺晋级半决赛的最后机会 最终脱口秀演员爆哽榜排名第一的脱口秀演员 将成为场外爆哽王 开启线下巡演活动 腾讯视频用户每天登录 可拥有两次爆灯机会 腾讯视频VIP用户 可拥有十次爆灯机会 上微信搜一搜 搜索蓝河 进入惊喜商城小持续 用户每天最多可获得二十次爆灯机会 每天完成任务 还可解锁更多爆灯机会 请为你喜欢的脱口秀演员爆灯吧 蓝河好羊奶一口笑果来 感谢全心全意全羊乳的蓝河绵羊奶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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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脱口秀秀用五腰talk就够 学英语我要真人外交 我要一对一 感谢五腰talk在线青少儿英语赞助播出 我们下一位演员 大家也很熟悉 他呢也非常适合聊这个话题 让我们欢迎梁海仁 我真心地把他当粉丝 他却把我当中介 那一输吧 恭喜海元进入经济区 内部排名第15名 双海元 前15名 那一人7个在这里 这是我最想讲的主题了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优势 可能就是展现出我对金钱的渴望 金钱海元有优势 因为海元一直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倾向 一半自己营造 一半命运使然 所以海元聊金钱肯定也好看 海元很容易紧张 上一场可能也是压力比较大 所以没有发挥出来 这次还挺期待他的 我入行以来 我的人设就是缺险 我不选这个选哪个 我就不信有人穷得过我 我们欢迎梁海仁 他为什么要摔死 他为什么要摔死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谢谢 我们今天来聊钱 我觉得人的金钱观都是 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 就如果你的父母一直给你灌输 就从小灌输说 我们很缺钱这种观念 因为有可能长大以后 就不管你赚多少钱 你心里面依然会觉得自己很缺钱 就我小的时候 我真的花家里钱太有愧疚感了 就是如果我看到 邻居家的小孩在吃雪糕 我是不敢跟我的父母说 我也要吃雪糕的 因为我觉得 我一旦我也要吃雪糕的话 我们家就要破产了 我一旦破产 全家就要露宿街头了 然后我妈就会一边 带着我在街上游荡 一边骂我 叫你吃雪糕 现在我们全家只能出来要饭了 所以我从很小我就知道 当你全家需要出去要饭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糕是无辜的 哇 这么早看 王宿王宿给的很松 就我妈经常跟我说 赚钱很难的 你不要乱花钱 然后我问我妈说 那什么是乱花钱 我妈说只要花钱就是乱花钱 我妈作为一个女人 如果她是马云的目标客户的话 马云的公司可能根本就干不起来 因为我妈会让马云知道 天下全是男做的生意 就李佳琪遇到我妈 肯定也会束手无策 她也只能说 Oh my God 这也太难卖了吧 就我妈真的很神奇 就是她不管花多少钱 她都能花出心痛的感觉 就她特别不理解 矿泉水这个东西在世界上的存在 就这个水跟家里的水 有什么不一样啊 为什么不在家里喝够了再出来啊 这个地球70%都是水 放着这么多水资源不用 你偏偏要花两块钱再买一瓶水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妈上街 她是在家里喝够了再出来的 结果光上厕所就花了五块钱 我妈真的伤心欲绝 跟我说城市套路也太深了 我要回农村 就我爸是家里管钱的 但是他也不敢乱花 因为谁花钱 谁就是我妈的仇人 有一次我爸突发起想 带我去吃了一个炸鸡 然后他还跟我说 你不要跟你妈知道啊 如果你妈知道以后 我们以后就再也吃不了炸鸡了 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吗 就是一个中年男人 带着自己的儿子 只是吃了一顿炸鸡 却像出轨一样 怕被自己的老婆发现 我当时我真的是一边吃炸鸡 一边很担心我妈真的来抓我 然后有一次真的被我妈发现了 然后她马上就跟我爸大吵大闹 就像美人鱼里面的张雨琪一样 就破口大骂 我每天在家辛辛苦苦给你们做饭 你们却出来吃一只鸡 这个挺好笑的 相信你们自己 气氛到她那儿就变得特别奇怪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观众突然就冷静了起来 好像 我真的受够了这种不能花钱的感觉 你知道不就是钱吗 我觉得我经济独立以后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我就是要胡乱花钱 我就是要乱花钱 拼命花钱 我要报复性的花钱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要成为一个花花公子 我真的成为花花公子以后 我觉得我终于摆脱了缺钱的感觉 我该吃的是该买的买 我觉得我终于缓解了 我心里面缺钱的那种感觉 我这两年 我甚至还开始了 养猫这种奢侈的行为 而且我是自己花钱买的猫 我不是领养的猫 我就不要领养 我要用购买代替领养 而且我对猫特别大方 我给它买很多东西 我给它买玩具 我给它吃零食 我给它吃炸鸡 喝矿泉水 我就要给它最好的 我让它去跟别人攀比 后来有一次 我带它去了一趟医院 然后我发现 我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真的 我给你们 就是如果你们以后要养猫的话 我给你们一个建议 就是还是要尽量 买贵一点的那种猫 因为便宜的猫 你带它去一趟医院 很容易它的医疗费 就会超过它的身价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会陷入一个道德的困境 因为医生跟你说 这次医疗费要四千块钱 然后你就会很纠结 四千块钱 可是我的猫只值三千块钱 医生 要不这个猫 我就不要了吧 就真的 你真的会想 就是明明四千块钱 我可以再买一个健康的 好看的 同样可爱的猫 对吧 当然你不会这么去做 因为你跟他已经有感情了 可是感情这个东西 你们爸爸跟你们 吹婚的时候 也说得非常明白 感情都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然后我们从医院回来以后 我也开始教育我的猫说 以后你不要乱花钱了 赚钱真的很难 你知道吗 你现在的身价 已经是七千块钱了 好谢谢大家 我是杨元 谢谢 停在这儿吧 别了 你没收住 对 你没收住 海源的主题太散了 就是 他好像讲了好多事情 而且太长了 他讲的 他如果缩一缩 把好笑的留下来 是会更好的 请喜欢海源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他投票 我们的通道 还有最后三秒 三 二 一 请 投票 这 哎 好 算 在三二一之前是算的 谢谢 那我就先问问罗老师 为什么在最后关头拍下 就还是大局关嘛 就我觉得他一灯的话 还是比较不公平 就是我前面看过他的 上一赛季的 包括这一赛季前面的 就是 这次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但是 由于我们 就是整体上缺大局关 只有一个灯 所以我就觉得 应该再给一个 对 详细聊聊进步 就脚本方面 对 他表演是比较吃亏的 不是他做得不好 是因为他长得比较正 好人 对 一看就是好人 不歪瓜裂枣 不 不崎岖 不 就反正就太 太正了以后 就表演上会吃亏 但是没有子号帅的了 对 就更吃亏 两头歪着 是 所以我感觉 他这次的本子 是非常不错的 对 就是本子是比上一季 是强很多 强很多 不应该是 一等 对对对 是的 那咱们拍一个 这个没有大局关 但是拍得很早 苏光哥哥 对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策略是聪明的 就是他把好笑都放在前头 听到后面就还好 我今天没有拍灯啊 其实我是感受到你的进步的 但我没有拍灯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就是 与脱口秀演员比起来 我觉得你可能更擅长 做脱口秀编剧 这是我一个特别真实的感受啊 所以我没有拍灯是 我不知道我去 更鼓励你做脱口秀演员 这个事情 对你的人生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你肯定是 非常非常喜欢舞台 而且非常想在表演上 得到肯定的 这个是我其实能感受到的 但我觉得你的文本能力 真的非常强 可能你能够成为一个 最顶尖的脱口秀编剧 因为你的人生 是你自己决定的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作为旁观者 尤其是你的朋友 只能是说 比较 从一个我自己的视角 去看这件事情 然后提出我的观点 仅供你参考 对 谢谢你对我文本的肯定 我是觉得 既然我文本已经这么好了 我只有一个表演 要提升就可以了 对 其实 我觉得天真的意思是说 这是一个上限的问题 就是你人生追求什么 比如说我 我认为我是中国最好的经纪人 但是我也到我的上限了 我就不做了 我去找我下一个 可以发展的曲线 反正我的人生是这么 这么规划我自己的 对 我很理解 我觉得我编剧 已经到达巅峰了 我没有办法再超越 首席编剧这样一个 所以再尝试一下别的道路 对 很好 谢谢 很好 我还是觉得海员 不要让别人告诉你 你适合做什么 这还是我送你的话 好 谢谢王总统 我会去看你直播的 我觉得表演是可以练出来的 因为我现在还记得 我第一次唱歌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慌的 所以我觉得表演 其实是可以提升的 对 先练创作对不对 对 但是你的创作是OK的 我觉得一切都好说 对 先写一些快智眼口的东西 谢谢你 加油 如果一个人想做的事情 和擅长做的事情 能够统一 我觉得他会非常幸福快乐 但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在一种纠结之中的 就是我印象中的海员 是很强的 不光是文本 也感谢三位领校员 有鼓励也有意见 我相信海员是非常聪明的人 肯定也听得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两个大局官的牌灯 我们来看一下 海员最终的得票情况 海员对于比赛类的东西 就会有点执着 我觉得他可能看淡一点 把他看作表演 看作一个逗大家开心的东西 可能会让自己心态会好很多 好 这么 那我们再来看 你是现在肯定为了 我现在是我的 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海员的排名情况 好 恭喜海员暂时进入安全区 海员得票这么低啊 会啥呀 怎么投票这么低啊 观众 我觉得海员不至于那个票数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 前面开得太狠了 所以导致那个场合 那个氛围有一点点 开始走偏 因为海员本身 他功底很强 他很醇厚 他那个功底 海员一直只是被自己的心绪所影响 但他水平没问题 我们也看到票数出来的时候 海员有一个非常费解的表情 还挺高的 刚刚那个费解的表情在子浩的脸上 停留了足足三十秒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我反正我很喜欢你们 我很喜欢你们 他们确实喜欢梁老师 但同时评判的时候 他又提醒自己要客观 他们就是这样的 不能像汪老师一样做个烂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比较吃亏 是我们善意地给一些忠告的时候 可能应该加一些开场白 就是不知当讲不当讲 以及你确定要听吗 这些确认完了 也许我讲的不一定对哦 我们把这个做完了 应该就还好 子浩别往心里去啊 子浩 刚才那个都是不知当讲不当讲 就给讲了的 对不起 大家也发现了 现在有一个人已经坐在了 安全区非常不安全的地方 他的底下已经亮起了红光 在主题赛阶段 每一场只有六个名额 所以当第七位演员出来的时候 就会涉及到淘汰了 我们第七位演员 是一个讲了三年的新人 让我们欢迎吴星辰 这个抢麦的规则呢 如果是两个不是那么强的呢 就混进去一个 还能不就说我的吗 还能说谁啊 对在那篇稿子 只是我三年以来的心路历程 那就是一个抱怨生活的自我介绍 有请那头排名第29名 看看谁最后了 吴星辰第30名江子浩 选择你们要表演的主题 我选哪个呀 我好纠结 我选哪个 又选吗 我们那组太强了 我们那组 我现在就感觉自己 像是那种班里学习最差的那个 你知道吗 就是考好了就是减着了 考不好好像也就是 正常 就是反而没压力了 欢迎吴星辰 考虑压力很大 教授道 大家好 我是吴星辰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 不就是钱吗 我觉得这句话 有点低估了金钱的力量 就是我觉得就是 不就是钱吗 我去那种高消费的场所 我心里就会很慌张 对有一次我去了一个 消费还挺高的酒吧 我进去之后 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 我是第一次来 服务生跟我说 先生你好 八台这边走 我说我知道 结果就走到了厕所 我不想上厕所 但那个状况下 我不得不上个厕所 我在里面站了一会儿呢 出门之前装不作样 洗了个手出来了 对 然后我拿到酒单之后 我就发现 那个地方 它为了凸显出来 来这里的人群 都是高消费人群 它在上面指标商品 不标价格 这谁敢点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什么叫做恐惧源于未知 这可怕 这太可怕了 而且我发现啊 就是那些贼有钱的 就个别人 他那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啊 他会做一些很没有必要的事情 就去年 就去年我接了个活动 在北京 一个卖别墅的 开交房了 然后为了庆祝这个盛大的典礼呢 把业主请坐在台下 然后又请了一帮透口秀演员上台讲段子 那个画面就很无敌诡异 因为你想 一个是透口秀演员 一个是即将拥有一栋别墅的人 这两个群体到底谁更需要快乐 你讲开了 你再来开始讲 还要我来逗他们笑 还说什么 钱买不来快乐 这不就买来了吗 后来演出开始了嘛 我们主持人会跟台下互动 线下演出主持人会互动 上来那个主持人也是 上来就问 大家好啊 你们今天有谁是坐地铁来的呀 然后底下就鸦雀无声 我感觉他们都纳闷 怎么还坐地铁来 我就住这儿啊 而且当时那个主办方有要求 就要求我们讲一些 关于房子的段子 透口秀演员嘛 对吧 开始讲一些关于租房的段子 那都不是透口秀 那是科普 科普什么叫 压一负三 水电平摊 真的把地亚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样吧 结结实实给他们上了一课 告诉他们房子不光可以买 还可以用来租 好多了 上过来了 而且当时更不能理解的是 我们当时的演出是在一个别墅区里嘛 我就发现啊 他们那每一栋的别墅门口都会有一个小水池 那个小水池啊不干别的 就是每天早上有砖人拿那个白色石头籽 在里面拼今天的天气和温度 这有什么用呢 我能买起别墅买不起智能手机 我每天早上我在别墅中醒来 我想知道今天什么天气 我还披着衣服出去看一眼 是吧 我说三到十六度果然好冷啊 这也太有仪式感了 我们还说什么买房子啊 最大的奢侈 什么浪费空间是最大的奢侈 人家真正会玩的已经开始浪费时间了 但是他最值钱的可能就是每天早上 人工摆的那个画面 那一幕是最值钱的 是人工嘛 我在想 假如说 One day 我要是拥有了这栋别墅 我最大的心病就是 如何让我的亲戚朋友们看到这一幕 对 晚上请他们来家里吃饭 是吧 吃完饭 要走啊 别走 住这 别人在早上敲方门的 走 给你看看东西 你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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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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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明天早上都摆 摆今天的天气和温度 准 绝对准 都是从手机上看的 就说了这么多呀 其实我也挺想好那个房子 但是以我的经济实力啊 我可能得一夜暴富 这一夜暴富都不够 我得一夜夜暴富 我一定会疯狂弥补之前所有的缺憾 最重要的 冠名脱口秀大会 对 我也不当导师 我也不当评委 我就当参赛选手 而且那个选手的词楼根 我都想好了 每位选手上来都要说这个节目的词楼根 事实无偿 真奇妙 星辰的段子也好笑 欢迎来带来到 恨恨大会第三季 谢谢大家 我是吴云珊 谢谢吴星辰 我们喜欢吴星辰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他投票 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 三 二 一 请 请 一 请 请 请锁票 吴云老师 大局官又出现了 我是知道罗老师有这个大局官 我就不按了 是 觉得值一灯 我觉得比上次表现强了很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他 我觉得不应该一灯都没有 这是大局官刚才说过 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确定 但我有一点怀疑 他有点吃亏是什么呢 太多的脱口学演员 都出来讲这个穷的段子 这个听多了也烦 所以呢 他比较吃亏是出来的比较晚 但我觉得你灌名那块说挺好笑的 那块我稍微犹豫了一下 本来想拍的 灌名啊 就是我觉得他的 那个台上状态是好的 但是本子比较不吸引我 我觉得这些事 不要听歌手说 报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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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刺激的时刻到了 六号选手会掉下去吗 会被掉起来 紫浩 有请紫浩来到舞台中央 两个人一起经历这个残酷的时刻 其实也没有发挥多好 你说吴星辰会多少票 反正肯定干得过 吴星辰 现在我们看到紫浩是56票 星辰呢还不知道 两个人最终只有一个人 可以留在安全区 我们来看一下 吴星辰的得票情况 我知道我段子就一般 但我很自信地把它演完 我是带这个心态上去 但确实可能有一些地方我没讲好 然后或者有一些地方反馈 不是我想要的反馈 我从来没有预测过 自己能得几票 得几灯 我就想把我面前这帮观众逗笑 我的抑郁不在比赛 在观众 还行啊 没有得到 得了一个导师票 好的 那么紫浩就要离开 第三季脱口秀大会的舞台了 跟大家说两句吧 我想说的 在我的段子最后那一段 已经说过了 我觉得我挺开心的 能在我的脱口秀里面 再加那么一段 留下一点美好回忆的东西 希望就 虽然讲得不太行啊 就但我还是会做脱口秀的 谢谢大家 谢谢紫浩 谢谢紫浩 待会见 拜拜走 谢谢 哎 舒服了 哎呀 解脱了 终于解脱了 开心了 今年虽然表现都没有特别满意 但我还是会继续讲脱口秀的 就像我在台上最后说的那一段一样 我就喜欢 而且他已经是我的一个职业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吴星辰的排名情况 小飞可太慢了 进入安全区 好 恭喜吴星辰暂时进入安全区 今天海员的票也太少了 太少了 我真的不理解 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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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演员 就是非常神奇 我特别不理解 至今居然还没有退赛的张博洋 这个舞美真的是 只有三种颜色 这个节目逐渐在向老龄化发展 大家好 我张博洋 咱干点啥不好 为什么要学白铠蛋 张博洋复为他的表现 太让我惊艳了 没什么理由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我觉得就是博洋 有请那头排名第三名 张博洋选择你要表演的 谁啊 你是吧 好 谢谢 这一期我觉得肯定是张博洋 是有优势的 没啥优势 那有啥优势 好 如果以张博洋的水准 他好好发挥 好好写稿 别闹那些个小破情绪 就能拿很好的名次 在未来的这十天会是我 可能人生中到现在 最胶着的十天 我觉得我进步了 我以前是要搞得特别好 我才能讲 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 搞得不好 我也能把它讲的还行 这一期节目 要是进不了级 哼 我就被淘汰 下一位演员 就是非常神奇 我特别不理解 至今居然还没有退赛的 张博洋 哇 又到晋级赛了 去年退赛之后 好多观众说我不求上进 我不同意 恰恰相反 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 都应该经历一次退赛 因为我 也是离开这个舞台之后才知道 原来人生中 有比事业重要那么多的东西 退赛之后 我去了一趟非洲 肯尼亚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 看过动物大迁徙 你们看过就知道 真的太残酷了 成千上万的食草动物 为了生存 长途跋涉 去往三千多公里以外的地方 寻找新鲜的水草 一路上不久 当心狮子猎豹鳄鱼 一不小心 还很有可能 会从大部队中脱离出去 你们知道 如果一群鲤羊在迁徙的时候 其中一只掉队了 这对它还说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它 就只能 一扬千细 什么特案 不太对了 相信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我是真的不是很想进击 我从来不是一个努力的人 从来不是 特别是今年 外部环境不好 公司环境更差 搞得我根本不知道 工资和意外 到底哪个会先来 健身这种高度自律的事情 现在在我看来高度危险 我怕我花钱办卡 按时上课 不吃油不吃糖 好不容易达成健身目标 刚刚走出健身房 扁击一个意外 挂了 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精力 牺牲了那么多快乐的时光 练出了一副健康的遗体 所以现在的我活得 进退了难 就努力吧 怕意外到来 白白努力 不努力吧 又怕意外不来 悔恨终身 所以对我来说 要怎样才能 没有后顾之忧 彻彻底底活一次呢 也许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那次我去体检的时候 查出绝症 剩余寿命两年 然后我放弃治疗 拿出全副身价 吃喝玩乐 不顾人间规则 两年以后 发现误诊 然后起诉体检中心 拿回全副身价 当然比起这种妄想 我更希望的是可以 一夜暴富 不是为了 过多么奢侈的生活 而是为了 不想讲脱口秀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不讲 讲上讲 接到一个电话 喂 啊 二舅姥爷去世了 哦 什么 给我留多少 两个亿 我是真的不想为了工作 而拼命 但没有办法 好像大部分行业都是这样 就一旦有一部分人 开始拼命 那剩下的人 为了生存 只好也拼命 就本来是一个竞走比赛 但是走了走了我就发现 嗯 怎么有人双脚离地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就看到 磅礴 建国 斯文 忽兰 一个个地冲了出去 全部跑在了最前面 其实到这个时候 我的心态还算健康 心想跑就跑 我要保持自己的节奏 但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听到身后 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回头一看 江子厚和吴星辰 绝对不行 所以我来参加节目 与其说是想出名 不如说是怕掉队 你们知道 当一群投球演员 都在努力向前的时候 我却掉队了 那对我来说 意味着什么吗 那意味着我 就只能一仰千玺 除了你 谢谢 郭阳 画场后面太难讲了吧 他也不是真的 要放弃比赛什么 他只是把放弃这件事情 当一个话题来讲 去表达他对放弃这件事情的看法 郭阳的稿子我在线下看的时候 我从来没觉得会有意外 但即使是有意外 我觉得以他那种潇洒的性格来说 可能也不是会很在乎那种 三 二 一 请锁票 看个一眼 大局官 大局官没动手 大局官那儿瞅个一眼 我 要我说两个声音 但讲无法 对 就是 因为张柏阳一直是很资深 也非常优秀的透构秀演员 所以我心里预期会很高 当然他不是讲的差 肯定离差要还往上很多 我的意思是好 但是 就是因为跟我的预期 跟我的预期有较大出入 所以一直我在不甘心的就 应该还有点什么 这个过程中 他就把三 二 一给念了 所以我想 保大局官也来不及了 对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整个过程吧 结束的事有点 是 是 匆忙 当然匆忙了 这稿子不太好笑 但是我 但是你就是 就赶嘛 就来嘛 但是就淘汰就淘汰 也没有什么 明天我就去买随心飞 我很期待那个柏阳了 因为柏阳确实一直还很厉害 然后 没有啦 只是幻觉 只是幻觉 因为上的少 所以 当我懂他的状态 就是你是一个很丧的人 然后但是 有时候也会努力努力 我也是这样的人 就是我也 有的时候经常很想放弃 对 所以我觉得放弃 还可以吗 两位老师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是 他让不开心了 没有带给你那么多乐趣 你可以 试着轻松一下 对 好的 谢谢 别 别 不是 这个话你别听一半 但我觉得柏阳刚刚说那个意思 还是挺明白的 就是想放弃也很难 你只能努力地不掉队 因为放弃的痛苦 没有掉队的痛苦大 我觉得掉队的痛苦 也没有说 一阳千玺这种乱梗的痛苦大 这个段子线下特别好笑 就算线下炸了 这个好笑的 这个好笑的 但我们现场可能是 就是比赛的氛围 大家就 哎呀 垃圾 我觉得你不是佛 你可能是不能面对书 没有佛 我觉得我 就很多人都说 被迫的 张茂阳那个比较 悠哉悠哉 不太在乎 我觉得你是太过在乎 我觉得你就想太多 就一个事本来就是你干了 就干完 干好 完事 你就在干的过程中 要想特别多 特别多 说得还挺对 黄阳就是在乎态度了 对 他说得特别准 不在乎是用来伪装 自己的在乎 对 就让人感觉非常可惜 因为张老师明显是 特别有才华的一个人 是有的 对 张老师 但他有时候那种 说放弃就放弃的态度 让人很揪心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他 才华和能力是绝对够的 但义德不好 因为 因为一个 说口秀演员 应该让观众开心 而不是揪心 其实每个人心里 都会有你的这种想法 每个人都挺累的 但是呢 大部分人 看一看银行存款 咬咬牙就挺一挺 张博洋看一看银行存款 非洲走一趟 去看一阳千玺 你这个梗 我真的不能原谅你 虽然很心疼你 但你这个梗 我不会原谅你 没有关系 我已经原谅了自己 哎呀 居然海员都笑出来了 看你 他们可开心了 你把海员的这个痛苦都治好了 我上来之后 他们肯定心里想 这下我可千万别讲话 让我们有请海员 回到舞台中央 有请 黄阳再怎么样 也要有100票 我觉得 观众还是比较认他 但是我觉得 这帮观众太冷酷了 他有的时候他笑 他就不提 对他笑就笑 但是他很理性地在投票 我觉得这海员打过他 是 两位都是陪伴了 我们很久的脱口学演员 也是一直都深受 大家喜爱的演员 我们看到海员的票数是81 究竟是谁留谁走 让我们看一下 张博洋的最终得票 信心啊 50%吧 因为我觉得我这份东西 就是在淘汰边缘 徘徊的一份搞 我特别感谢 汪四龙跟罗永浩 两位老师 给我拍了灯 博洋都没有灯 我有两盏灯 我以后还可以跟他炫一下 海员老师 我觉得他节奏不够好 但是我觉得本质的话 是非常非常好的 张博洋他实力很强 但是他状态是半方七步状态 毕广之低 毕广之低 博洋获得了观众102票的 博洋发达了观众102票的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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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的天 我不会要该晋级了吧 陪伴了我们很久的海员 就要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 离开我们的舞台 非常开心 能够在跟博洋的PK中 对吧 我先易洋千玺了 不好意思 然后其实我没有很难过 我们进这个死亡之主的时候 早就已经做好了 就是淘汰的准备 所以就是也还 就觉得也是一个 意料之中的事情吧 然后也很感谢 就是老师们给我的意见 当然我也感觉 好像也没有太停进去 但是我觉得意见是宝贵的 我还是会演出的 因为我觉得 不是因为我有多热爱 我是觉得这是一件 开心的事情 还是会做吧 那样就对了 非常好 谢谢 谢谢海员 加油 我看到博洋被折磨 我很开心 这个淘汰不淘汰 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不管淘汰还是不淘汰 我在线下 还是会讲透口秀 谢谢海员 海员的最后这一番发言 听完了 心里还是很舒服的 我觉得人能做自己开心的事情 然后过程和结果都开心 就很好 真的我是从 我没有想到过的 他会说我留在舞台上 不是因为热爱 是因为说透口秀 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这个太搞不起了 也替海员高兴 反正我们慢慢来 慢慢来看一下 博洋的排名情况 恭喜博洋暂时进入安全区 接下来的两位选手都很强 我今天应该不会进去 我就特喜欢看张博洋走过 我就问我 就是你不管张博洋走去哪 你都觉得那地儿 他其实不想去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我是 29 你干嘛呢张博洋 叫我侄子学英语呢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现在还有人被单词学英语吧 你把人五一talk在线 清晨而英语放哪儿了 人家现在都是真人 外国老师一对一教口语 现在下载五一talkAPP 还可以零元免费视听 五一talk 明明你记住了吗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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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他们那头阶段 发生了一件 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 在这帮演员的投票中 排名第一的 这位脱口秀演员 不是这家公司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这些演员 不管平时嘻嘻哈哈什么样 大家还是很理想主义的 就是 他们真的是看舞台上的表现 来投票的 接下来要登场的 就是这位在那头中 获得了脱口秀演员 投票第一的演员 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是他在突围赛阶段 差一点干掉忽然 来自北京 也是我个人非常佩服的演员 让我们欢迎周其默 请看最终的投票结果 我是不能认同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怀我周其默 反正不复活 我们俩下期就不来了 同盟导师的错爱吧 尤其是这个罗永豪老师 他的输出永远都特别稳定 这次我很羡慕他 也很佩服他的地方 周其默就不用说了 那就像是一个扫地僧一样 他在线下已经积累的 太多台的能量了 有请内头排名第一名 周其默 你们这是羞辱我 有哪个内头第一 是通过复活赛进到下一位 忽兰你选哪个呀 我在你后面 周其默就什么比赛都无所谓了 周其默真的水平 是我们这些人里面最纯属的 周其默本来就强 然后他又有内容 真没法比的 第三组冠军吗 那肯定还是周其默吧 进入主题赛以后 我就有点患得患失了 我就担心我会不会刚被护活 然后又被淘汰 其实大家势力都很强 我觉得基本上 没有办法断定说 下一个人会不会 让这个结果有变动 一定要稳住 让观众知道我的风格 周其默 可以 大家好 我叫周其默 谢谢 说实话 我来参加节目呢 其实就是想给自己增加一点曝光量 我希望从此呢 能赚点钱 我挺想挣钱的 其实 我感觉 我感觉我有时候想钱都想瞎了心了 你知道吗 我有的时候经过彩票站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要不要给命运一个机会 会不会命运一直很想帮我 但一直没有渠道 会不会我每次经过彩票站的时候 命运都很着急 说 你倒是进呢 你进去 我就能给你安排 咱得走个形式啊 没有 没有钱 而且不光没有钱 有的时候呢 我还得一直小心着 别人 想从我这里多赚一点钱 我有一次 去药店买药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 我进去以后 跟那个店员说 麻烦给我拿一盒感冒零 那个店员点点头 然后从柜台里 拿出一盒很贵的药 说你吃这个吧 这个是特效药 见效快 我一看那个价格 我说 我也没有那么赶时间 平时生活节奏挺慢的 你就给我拿感冒零就行了 不吃是吧 然后他又从柜台里 拿出一盒很贵的药 我说你这个也不是感冒零啊 这个也零 我当时就很恍惚 我想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中文 现在起不到交流的作用 为什么语言传达不了信息 然后就在我恍惚的时候 那个店员问我 说你咳嗽吗 我说有点咳嗽 那得配个止咳的 发不发烧 我说我倒是不烧 那也得配个退烧的 当时那个柜台上 放着三盒药 没有一盒是感冒零 我透过那个柜台的玻璃 我能看见感冒零 就静静地在下面放 那个店员给我的表情是 没有人从我这里 拿走过感冒零 我当时想 怎么的 现在买药是得抢吗 说得哪天半夜 拿把菜刀过去 给我 不是 感冒零 你看你脾气这么大 你是干火太棒 你知道吧 你这个特效药 你去一下火 我当然知道我不能抢 所以我想怎么办 如果我下次再去他们家买药 我是不是可以后发之人 我先消耗他所有的耐性 比如我进去以后呢 我先回避他所有的问题 对吧 我一进去以后 他说买药啊 我说啊 随便看看 你想买什么药啊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药啊 这话说的 我们这儿什么药都有 你有什么病啊 你看我想有什么病 他说不知道 但你肯定有病 然后我俩的对话 就越来越虚无 越来越缥缈 到了第十句话 然后他已经崩溃了 可是存在先于本质 我说怎么定义存在呢 你到底要干啥 拿个赶猫铃 给你不做啊 干火有点旺 其实说实话 大人的钱还不是最好赚的 对吧 最好赚的是孩子的钱 因为父母特别舍得 在孩子的教育身上砸钱 包括学英语什么的 我有一次 在一个酒吧里 看见一个小男孩 拿着派的在那儿学英语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父母带他去那儿 关键他第二天 怎么跟同学吹牛 你知道 哥们昨晚去酒吧了 学了一晚上英语 然后他那个派的上吧 有一个口语软件 上面会显示一句话 这个小孩要做的 就是读这句话 当这个软件识别出来以后 就会给他发出 这种虚假劣质的欢呼声 然后那天啊 可能是因为酒吧比较吵 所以这个小孩前几次读啊 这个软件都没有识别出来 他就在那读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然后一遍比一遍声大 到了第五遍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Do you啊? Do you? 然后全酒吧就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个小孩 关键呢在这个酒吧的一个角落呀 坐着一桌老外 背对着这个小孩 在这桌老外听来 就感觉是中国人坐在酒吧里 然后你听见背后有人喊 我问一下 有人喜欢夏天吗 我问一下 有人喜欢夏天吗 没有人 夏天 没有人喜欢 就感觉这个人特别需要人认可 所以那个老外头也没有回 在那喊 Yeah I like summer 小孩一下就愣住了 没有想到这个软件的音效这么逼真 我一抬头发现 那边有个老外 但他可能之前啊 一直在跟这个软件里的AI交流 他不知道怎么跟真人交流 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估计在这个时候肯定在想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爸妈 不给我在Pad里装上五妖套个 在线青少儿英语 那有真人外国老师 一对一时时互动了 视题还不要钱 为什么不说 否则现在哪至于这么尴尬 当然这都是我猜的啊 因为他当时没有说任何的话 他当时就是看了一眼 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 点到了下一题 I like winter Do you like winter too 然后那个老外 Yeah I like winter I like whatever the you like Just shut up 然后那个软件 和那样的人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周期末 谢谢周期末 这都能处理出来 太厉害了 三二一 请锁票 Very good Awesome Awesome 我给大家讲一下前情提要 周老板 意高人胆大 他是主动地挑战了忽兰 所以他差点把忽兰弄掉 也是差点 其实是他被淘汰了 然后是问候时 动用了一个 并没有写在赛制里的权利 把他给复活了 所以今天大家才有机会 看到这样精彩的演出 所以大局观是非常重要 大局观 这个大局观了 所以大局观起了作用 这是我的再生带货主播 这个就是大局观的代言人 真的是太好了 太棒了 我在网上看过一些段子 第一次看现场的演出 我觉得特别的稳 就是感觉稳稳当当的 就是这感觉 就是强装的 其实很紧张 所以周老板 我们其实之前那个赛段说过 我们认识的很早 就是很坚持 一直很坚持在线下 对 所以今天你 不是清稿 是因为没有机会上节目 你知道 就邀请我来 我就爸爸来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 喜欢脱口秀的人 还是很纯粹的嘛 所以他是真的很厉害 所以把你投到第一 然后我觉得这个榜单 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是的 所以那个 你看29的那个人 这个榜单 很有说服力 知道了吧 你这声音是练过吗 没有 我就是很业余的 没有做过什么专业的训练 对 他声音非常好听 有厚度 对 非常好听 像是学个播音的那种 刚刚就是说这个 512talk的时候 那种真诚的感觉 特别好 512talk 选对了 因为他那个声音很磁性 然后男女结疑 然后他长得特别让人信任 就是曾经骗人 人家也会乖乖一直配合到结束的 对 就一直到最后的 对 可况他又不会骗人 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做带货 那个 公银链我们解决 好了 对 我觉得你还是就是 先讲脱口秀 我不要去带货 残酷的时刻要到了 第一名对第29名 我太好奇了 我太有悬念了 我们有请 吴星辰来到舞台中央 周期末挤下去 人多开心 不开心 真的是 真的是实力相当的一组对手 站在一起 难分高下 吴星辰现在足足97票 好紧张啊 周期末要想打败吴星辰 真的太难了 而且周期末也仅仅获得了 四个领校员的拍照 哈哈哈哈 哎呀 礼拜太坏了 对啊 干净输得了 哈哈哈哈 你怎么 啊 我太损了 sorry 星辰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 期末最终的得票情况 最高票吧 最高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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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啊 最五啊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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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星辰 星辰就要离去了 来 跟我们留下几句话吧 其实我挺想说这句话的 我觉得输给周老板 一点不丢人 哈哈 不丢人 就就不再说几句吧 不但那个 哈哈哈哈 再说几句 就是 希望大家来开网麦看我 谢谢 哎 谢谢吴星辰 谢谢 再见 特别好的归宿 就是输给周期末了 将来说出去的 哎你为啥被淘汰了 我被周期末淘汰了 你能淘汰周期末 你去淘汰去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周老板的排名情况 哇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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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恭喜 其末以 第一的位置 让所有人动一下 进入安全区 哇 周老板 周老板这些段子 对他来说都是肌肉记忆 他在台上说他紧张 他真紧张 我了解他 但是他讲段子 你一点看不出来 因为他太成熟了 那些段子都是他的 讲过一万遍的段子 都是肌肉记忆 他就可以讲出来 这非常好 我们还有最后一位 本场最后一位演员 实力居然也非常的强 所以这一组 真的挺死亡之组的 你难以相信 海员已经是吧 那么早的就离开了这儿 然后现在坐着的人 还是这么强 结果现在出来的人 也特别强 在上海 经常看我们线下的人 应该在过去一年 经常的见到他 他也是刚刚搬来上海 我也认为他的能力 真的是 真的是太棒了 不多说了 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让我们有请杨蒙恩 大家好我叫杨蒙恩 大黄短暂又辉煌这些人 来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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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他不像新人 哈哈哈哈 我感觉他是一个特别善于捕捉细节 并且敢于表达的演员 杨蒙恩 选择你要表演的主题 好 好 虽然我们这组就是周琦默和张不阳都很强 但是我对我这五分钟的稿子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我觉得金钱这一期竞争第一名 周琦默和杨蒙恩吧 蒙恩讲透过秀 别看年纪小 之前在北京就已经是名震八方了 我大胆预测杨蒙恩会是第一名 所以我们都在那坑坑直直改 但是蒙恩永远心态非常好 去爬山 什么去迪士尼 去捏脚 然后有些很过分的娱乐活动 近享人间繁华 我在玩他在玩 我吐玩了他还在玩 他们都问我 他们都说你心态这么好吗 然后结果前两天 回来跟我说我可能要重写 因为我这稿子就觉得没什么改的 开放麦我都没怎么去 然后突然发现读稿的时间到了 自己的稿子一塌糊涂 然后就不行了 我在宽阵间里的时候就很想再顺顺稿子 但是我就根本做不到 我觉得外面的情况太吸引我了 我只听到周琦默很炸 然后他越炸了 我就越紧张 观众所有的预期都上来了 他们一定要看更好的 所以我如果我顶不住他的气的话 就会显得我很贫义 让我们有请杨蒙恩 没有一个压力太大了 大家好 我是蒙恩 我是今晚的最后一个选手 你们知道我从后台一直走到这儿的时候 一直想了一件事 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此时此刻 如果张柏阳真的退赛就太好了 真的 我真的觉得他在离开 对我们俩都是一种解脱 他是不是真想退我不知道 但我是真想进的 我为什么要讲脱口秀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实在太压抑了 我是伺候甲方的 你们都听到一个词叫甲方爸爸对吧 我其实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对待甲方像对待爸爸一样呢 我觉得你们应该跟我都一样 就是你对你爸不会那么好的 如果真按照我对我爸的方式 就是我跟甲方沟通 我是这样跟他打电话的 对吧 行行 我知道 行行 我都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又不懂 没事挂了 你把钱打过来不就行了吗 这才是对待爸爸的正确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 怎么能拿甲方当爸爸呢 我一在我心里甲方一直都是孙子 你们想象一下 只有孙子 才会给爷爷提出那么多无礼的要求 你们见没见过大街上那个孙子和爷爷的对话 孙子 我不吃这个了 我要吃冰档葫芦 好好 爷爷给你买 我要吃这些最最最最红的冰档葫芦 爷爷给你买 我吃你头这么大冰档葫芦 爷爷给你买 爷爷你真好 我孙子真可爱 你们发现了吗 孙子提的要求都和甲方一模一样 就是虚无 虚无上面还透露出一点俏皮的天真 是我头这么大堂鼓 我看你头长得像堂鼓 但是也只有爷爷 面对孙子那么多无礼的要求 爷爷都会心平气和地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爷爷心里明白 这孙子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只要把正好这个心态之后 我再去见甲方 我真的不会有任何的不开心 我都特别开心 我都走喽 回家抱孙子去喽 看我这个愚蠢的孙子 今天有什么愚蠢的想法 甲方马上说 萌恩呀 我们要改方案呀 没问题 改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红呀 改成世界上最最最最最红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logo不够大呀 改成我头中大够不够 宜芳你真好 没有甲方你真可爱 这个段子 是我成为一个全职童舞学员的真正原因 因为我的甲方在现场听了这个段子 而且我跟你们说 我遇见过最难伺候的甲方是什么样的吗 是那帮搞金融的甲方 他们真的特别装 当年我还在北京 然后有一个搞金融的甲方他叫刘总 我为了跟他套到近乎 我就觉得 男人之间嘛 就聊一些运动的话题 我很善上运动 不会冷场 我就问他 我说 哎 刘总 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刘总说 我平时比较喜欢滑雪和潜水 我仿佛都听见我心里面足球 篮球乒乓球落地的声音 杨哥 来 杨哥 杨哥有的应该 杨哥 稳住 陆地上那么多运动你不喜欢 前面跳两个上山下海的 他这话已经赶在那儿了 我必须跟刘总聊下去 说 刘总 咱俩喜欢的运动还挺像的 哦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滑冰和憋气 但是没想到 刘总还把这个格调往上升 刘总说 但是我滑雪 一年只滑两个月 因为阿尔卑斯山上的雪 只有那两个月是最舒适的 巧了 我滑冰也只滑两个月 为什么 因为时差海开车他们就关门了 我真的特别讨厌 就有点钱就装了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去外滩的一个 非常高端的酒吧 讲了一场脱口秀 那一边的观众更都很端着 就是我像每一个脱口秀演员一样 非常真诚地和他们互动 今天谁是坐地铁来的呀 他们甚至会假装没自我地铁 有一哥们刚想举手 旁边说放下 然后讲了一个地铁段子 特别冷 没人笑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正中间坐了一对情侣 那个女的就举了杯红酒 这么看的我 那个表情就好像 地铁是什么呀 他男朋友更讨厌 他男朋友直接这样 求人的交通工具吧 这不是最可气的 最可气是我外滩演完出去 陆家最大二号线的时候 碰见这两个二货了 地铁来的 我说这是什么呀 和谐号吗 我说你们俩去坐地铁回哪儿呀 结果万万没想到 那个男的回答了一个 非常有哲理的答案 他说回到现实 谢谢大家 我是孟恩 谢谢 我自己怎么回事 谢谢孟恩 喜欢杨曼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他投票 不要惊久不息的掌声 我们投票通道 还有最后三秒钟关闭 三 二 一 请锁票 掌声再次送给孟恩 很精彩 郭老师好像格外喜欢 对 因为你说他没讲多久对吧 你自己说嘛 没有两年多一点 那为什么上次提到了天才之类的话 好像是我说的对吧 我现在也觉得是天才 只不过上一场我记忆里好像是 他只讲了很短的时间 两年是全职吗 不是 我其实是在去年才成为一个全职 但我也是当编剧 在私家里当编剧 非常非常好 谢谢 而且 本来只是好玩 后边你那个处理 又把它给升华了一下 弄得很有境界 或显得很有境界 不管是哪个 效果都非常好 对 非常了不起 我看苏龙哥哥笑的都打滚了 对 我很喜欢 因为我听说很解气 因为我是写歌的 所以我经常也服务写《假访的爸爸》 下回他们就经常让我有一些修改 他们就觉得 苏龙哥哥 这个歌 我觉得声音不够响不够大 我说我做到我头这么大 好吧 我学会了 学会了 我觉得某人刚刚讲的哪都好 就这个是你们的问题 你们没有选好甲方 安和绵羊奶粉 好羊奶 选安和 对不对 不光是给孩子选 挑选甲方合作的时候 厉害厉害 也经常选这样很好合作的甲方 对不对 天真感觉呢 我其实很早就拍了嘛 就是我觉得他那个段子呢 不仅好笑 而且还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现实意义 就是对很多在做乙方的人都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视角 你也有这个苦恼 我没有 我可能都是甲方 但我也得找补一句 我所有遇到的甲方都特别好 我特别愿意服务你们 多找我 刚刚那些抱怨都是梦 对 都是为了服务气氛 对对对 现实生活中怎么 安和绵羊奶粉 怎么会不好呢 对不对 总是强调死亡之组啊 新人多 其实这一组是看得出来的 周老板咱们就不往里凑合了 周老板虽然是第一次来脱口秀大会 但他真的是前辈的前辈了 咱们今年的新人 小北 广志 孟恩 都很巧 你最喜欢谁 孟恩大 孟老师呢 你不私下聊 一定要这样聊 就听你的 四龙哥哥不会 我也是这样的人 一定说得出来 我觉得差不多 我跟两位老师的想法很像 很像 对 真没意思 你呢 你呢 我最喜欢周清末 好 本场最后一位演员 已经结束了他的表演 究竟会不会发生 对彼此都好的结局 我们也不知道 让我们有请博洋回到舞台 博洋要走了还挺难 博洋必须得走 这肯定得走了 光是这个淘汰的环节 博洋就出现了两次 真的是杀人杀命 第二次 博洋第二次站在这里 上一次送走了我们 老朋友 海员 这一次面对强劲的新人蒙恩 结局如何 你怎么已经开始 有种 就是高兴的都控制不住的感觉 你真是绝 你真行 博洋之前获得了100票 让我们来看一下 杨蒙恩最终的得票结果 杨蒙恩咋了是不是 因为杨蒙恩不知道自己票数 他紧张了 他紧张 你不知道自己票数 我其实在等待票数那瞬间 大脑是放空的 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就我没觉得是在竞争 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名次当一回事 我只觉得 我只在乎我演的好不好 我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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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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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哈哈 满票 不是满票不是满票 是第一吗 第一啊 肯定第一啊 那是挺高兴的 好咱们 虽然张柏阳很迫不及待啊 非常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开这舞台这么高兴 还是跟我们说两句吧 柏阳 啊怎么说呢 嗨别加油了 哈哈 那个 非常感谢有那么多观众喜欢我 那个 但是我这个事情如果再做下去的话 我可能真的会支持不住了 我要休息一段时间 谢谢大家 我觉得 柏阳你今年选择这样离开 比去年那样帅了很多 真的 好好休息 谢谢张柏阳 谢谢 一会儿我拿回我的手机我就去买那个就是可以周末到处飞的那个票 哈哈哈哈 特别生气就是我下台之后我发现随心飞刚刚截止购买 弄完之后我把淘汰了他截止购买了我就超级生气 我觉得淘汰淘汰呗 反正就是我表达了我想表达的东西嘛 就是搞的质量没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笑点其实是够的 不认可 我觉得这些导师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透秀专业导师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 那是什么到底 是不是杨天真找到我 你给我出来 哈哈哈哈 在透秀这个圈子里我 人称张义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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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对就这样 没脸没皮就行 明白了 哈哈哈哈 就是导师的什么意见评价这也内的 无所谓 爱咋咋地 每天我要是特别红了 我就去知道杨天真当经纪人 知道汪苏龙唱歌 知道李诞大辩论 知道罗永浩直播 我们等着吧 每次上台要讲的话就尽量讲好呗 不想让观众失望吧 结束了是吧 好的 好 本场所有演员都表演完毕 所以呢 我们也会知道本场的最终晋级情况 让我们来进入 蓝河绵羊奶晋级时刻 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 哎呀哎呀恭喜啊恭喜 蒙恩最终得到了本场的报告 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虽然节目已经结束了 这个动作没有意义 但是我特别想看你站起来 把五个人挤到那边吃的样子 来请蒙恩就坐 哈哈哈哈 wichtig 哈 这么恢复30老板 在张博洋表演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在观众间 所以我根本就坐不住了 就来回的躲步 然后蹲在台前 就是真的 你必须说很幸运 就是我真的是 顺在了两位 突兀修巨人后面抢突兀修 一定是占了他们俩的钱 这个我没话说 然后我能够在他们身边 悄悄地得了一个第一 对我来说 就已经是非常大的肯定了 这一场过我开心半年了 今天在第一那个 里头上还是坐了一会儿 只不过没能做热乎 然后就让给朋友 然后他那个东西 也很有价值观的付出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杨文这些段子 我在线下也看过 结果我觉得他这次再演 比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好的 是适应这种舞台的好 非常有劲 特别好 非常惊喜 坐在了周老板的前面 你这个压力也太大了 不过恭喜 还是恭喜 本场表现确实不错 我觉得这个排名跟现场 这一场的表现 还是非常符合的 也谢谢各位客观公众的 观众朋友们 你们也辛苦了 我们本场就到这里结束 恭喜六位 恭喜杨文 欢迎大家到线下来看 更好玩的破口秀 来看我们那些被淘汰了 但是你们很喜欢的演员 关注效果小程序 线下等你们 不要走开 后面还有彩蛋 谢谢大家 辛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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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在构心逗角了 蓝和好羊奶 一口笑火蓝 感谢全心全意 全羊主的蓝和绵羊奶 独家冠评播出 英语脱口就秀 用五腰talk就够 学英语 我要真人外交 我要一对一 感谢五腰talk在线 青少儿英语赞助播出 幽默无处不在 透亮由内而外 本节目由机缘换量 自发光的英术流光屏 行业赞助播出 有梗有炫脉梗 我们厂不存在 本节目由美味持久 可以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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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炫脉无糖口香糖 行业赞助播出 感谢善存品牌赞助播出 你的专属特权来了 参与脱口秀野员爆梗榜 Pick厂外爆梗王 帮助他拥有线下演出资格 淘汰选手还有机会重回舞台 快去腾讯视频都可以为他爆灯吧 蓝河好羊奶 一口效果来 感谢全心全意 全羊肉的蓝河绵羊奶 独家冠名播出 学英语 我要真人外交 我要一对一 感谢五腰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赞助播出 幽默无处不在 透亮由内而外 本节目由机缘化量 自发光的英术流光屏 行业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美味持久 可以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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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炫卖无糖口香糖 行业赞助播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尘封破浪的黄胜依 每期节目播出 都有很多网友骂我 今天我要在这说一声 对不起 离婚的只能说离婚的在一起 这以后厕所都分成三种 男的 女的 离过婚的 尘封破浪的姐姐 怎么可能是扯别人的 这行为太 太想看了 大家好 我是House 脱口秀大会第三期 我们结婚马主题赛 现在正式开始 上微博带脱口秀大会话题词发布 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上微博搜索脱口秀大会话题页 观看更多精彩小视频 上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酷我唱听 听最新段子 唱听版 关注微信公众号 知春录可不这么想 明星生活方式购物分享平台 OWAT 关注影视动态 请锁定影视头条APP 使用WiFi半能钥匙 随时随地免费上网看 脱口秀大会3 用ZAK客口端 关注脱口秀大会最新资讯 上知乎搜索脱口秀大会 讨论节目话题 看起综艺还聊新天地 正片没看够 7月13日起每周四晚19点 来看腾讯视频会员节目 脱口秀小会 精彩幕后 承包你的笑点 腾讯视频TV版 极光TV大屏追剧 顾眼不累 大屏观看更畅快 来腾讯看点 解锁脱口秀大会第三季 花式暴梗 千挑万选性价比 总有一款适合你 感谢迪信通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斯文 非常感谢大家 又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 搞得我不得不 又来录这个视频 非常开心 就是再次跟大家见面 最近没有买什么东西 因为已经没有收入了 开玩笑 我最近买的最满意的 应该是这双鞋吧 就是我现在穿这双鞋 就是非常的好穿 而且很百搭 而且很便宜 才二百多块钱买 花钱买过最后悔的 应该是燕窝 就当时我认为 我可以当一个贵妇 但是发现 我并没有这样的耐心 而且我觉得 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用处 给朋友安利过最多的 应该是耳环吧 就是这种耳环 就是我有很多很多耳环 而且我发现 饰品是一个 非常神奇的东西 就是当你穿一件 普通的白T恤啊 什么的时候 戴一个耳环 就会完全不一样 应该大学毕业 领第一份工资 就实现经济独立了 对 从此之后 没有花过男人一分钱 对